阻击福建的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协会会长高孔莲认为 敏台地缘相近 支持福建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有助于两岸的交流从沿海地区扩大至整个大陆 一方面福建台商也很多 二方面又是我的故乡 我一定要尽一些心力 福建台湾融合示范区的这个事情 希望能够做起来 希望有个成效 那这样子可以建立一个 过去常常讲 京夏和平示范区 我觉得应该是整个福建跟台湾的和平示范区 这样 然后再逐渐扩大到其他地方 在大陆深耕二十多年 参加过多次海峡论坛的台商邓志勤 目前在厦门从事新零售行业 他认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 福建将进一步落实落细各项会台立民政策 相信会有更多的台胞 选择西进福建祝梦圆梦 我发现其实参加海峡论坛 每一次都有新的收获 台湾的人才 他的优势来自于新的资讯上面 但在大陆他的优势应该市场大 所以我非常鼓励 在这里如果有一些抱负 或者是有一些梦想的 然后去市场磨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我的律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